我们就是尽量的在神面前 我们如果把自己也做好的话 所以我跟师母来讲 从我们服侍神 我们的学校就告诉我们说 穿衣服要 我们学校的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 在台湾台北好远 就是不可以穿无袖的 都要穿衬衫 所以我基本上 我就是天天穿衬衫 一直到现在 刚才师母讲到以丽莎 我很感恩 我认识一个牧师 去世的时候留了很多衬衫给我 还有一些外套 所以我就一直穿它 因为我想要得着加倍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我跟师母两个人的话 就是都是穿衬衫 就是穿这样 所以我也很感恩 我刚才跟她的观点 我才发现有这么不同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小孩子 长大的时候 我没有看过我们家女儿 穿什么迷女裙 热裤 也没有这些衣服 也没有什么无袖的衣服 肉肩的都没有 对 我想的就是说 我们女儿呢 两个都不喜欢穿裙子 可能是因为在小学的时候 就是这个有这个同学啊 喜欢去先女孩子的裙子 他们有不来分享过 特别要妈妈在那边去买那种运动短裤穿在里面 然后当然学校有时候规定那个裙子一定要直漆 所以他都一直喜欢穿这个裙子 比较喜欢 那学校没办法穿裙子 所以其实刚才师母没有讲 有一阵子他到教会 他就不要穿裙子 这个我们曾经有一阵子就是讲 后来他就说出这个事情 那我也就不再跟他这些阿牛 那是什么 儿子他们是读男校 女儿是读女校 对一直到高中毕业 基本上就是 对我们来讲就蛮放心的 那刚才师母讲到这些什么 界限的问题 是我们在团期里面的教导 大学毕业以前 不要谈男女朋友的那个感情 如果真的喜欢上人 那我就要邀请你爸爸妈妈一起来谈 这个是对他们先下恐惧 然后再告诉他们说 南非有艾滋病啊 你要小心 对 当然他们也不笨 说这个亲吻也不会传染 孩子病 对 总是用这样的一些的方式 所以我蛮感恩的 就是说孩子他们可能 也在学校受的影响 他们都是穿制服的 到高中毕业 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奇怪 但是到了大学就比较有些冲击